欧盟在积极推进2035年全面禁止销售燃油车 这条转型之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欧洲议会近日通过了立法提案 于2035年起全面禁止欧盟27个国家境内销售燃油车 汽油车柴油车被禁止 连插电混动混合燃料车也被禁止 这个法案显示出欧盟对保护环境和替代能源的决心 这项禁令是要确保欧盟到2050年实现温室气体零排放的目标 这项法案要求到2030年欧洲的汽车二氧化碳排放量 比2021年减少55%到2035年减少100% 法案要求2025年欧洲建设超过100万个充电站 到2030年建设350万个充电站 在高速公路上要求每60公里必须有一个充电站 150公里必须有一个加清站 这项法案原本一直在讨论胶着中 俄乌冲突和随之而来的欧洲能源危机 刺激了法案在欧盟层面上的立法 当然立法还需要得到27个成员国议会的一致批准 才能生效 如果法案最终成为法律 将是欧洲能源转型的巨大一步 欧洲政府试图通过政策法律 来迫使汽车制造商大量投资电动车生产 促进欧洲向电动车汽车转型 欧洲电动车开发主要由现有的汽车商推进 其实他们开发的起步点很早 水平也不低 但是由于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 汽车上情愿继续生产销售现有的燃料车 欧洲缺少造车新势力来搅局 欧洲在电动车生产和销售上 远远落后于美国和中国 欧盟区在今年第一季度 一共卖出了22万辆电动车 占乘用车总销售中的10%的份额 同期中国卖出了70万辆电动车 占乘用车总销量的15% 欧洲的电动车相关的基础设施更为落后 大部分地方都很难找到充电桩 电动车出行目前还很不方便 汽车是欧洲制造业中体量最大的行业 占工业生产超过10%的权重 对欧洲经济火车头的德国更是重中之重 欧洲加速电动车生产 在未来起码需要4000亿欧元的投资 在经济逼于衰退 资金成本上升的环境下 汽车上有没有能力 跟上立法的速度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汽车行业直接雇佣着50万工人 这对于就业市场也是巨大的挑战 欧洲近三成的石油和一半的天然气 依赖于俄罗斯进口 欧盟急于摆脱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 是可以理解的 同时欧洲的环保意识 无论在决策层上还是在选民中 都是世界上最高的值得尊重 但是欧洲在能源供应转型上 已经发生了两次重大的决策失误 第一次是草率地关闭了核电站 煤电站 但是寄予厚望的风电光电 却不堪大任 导致了2021年电力严重短缺 第二次是迅速宣布 对俄罗斯能源实施制裁 但是很快发现无法从其他渠道 取得替代天然气和石油 家庭煤气费电费因此暴涨 企业因为天然气原料短缺而停工 如果能源供应得不到及时解决 今年冬天很可能爆发能源危机 我认为这次欧盟的全面禁止燃油车的决定 又草率了 一个人被同一块石头绊倒三次 也算奇葩 谢谢视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